接下来为您介绍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纪录片 《失落的二战片段》 制作团队从世界各地搜集到二次大战期间 非常珍贵的彩色档案资料 以及从来没有公开过的私人日记 无论在影像或者是叙事观点方面 都是前所未见 日本神风特工队以人肉自杀炸弹的方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了不少战功 二战中小孩饥饿受冻 战舍的士兵接手环顾 这些珍贵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彩色影片 将透过参与过二次大战的 十二个平凡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很多士兵其实他们都偷偷的把 他们的精力记录出来 举动下来收藏起来 那我们有这些日记 就是通过这十二个人的眼中 跟随他们的日记去看真实的二战 制作团队从世界各地陆海空军 和法国德国罗马尼亚等国的资料库 光是收集二次大战的影片 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再将这些已经相当脆弱的 16厘米胶卷的原始素材 转成HD高画质数位影片 总共收集了超过三千个小时的影片资料 耗时六年完成十个小时失落的 二战片段系列影片 重新花那么多的精神把它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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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